轉成VPA部分的話,總共1、2,我們剛剛已經完成這兩個 再來就是,後面還有五個部分 後面就到五了,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判斷小於1跟大於本月節出日,就不太讓它顯示 這個地方其實跟前面那個邏輯很像 前面好像我們是做了一串,就是這一串 那實際上這一串,怎麼樣把它變成VBA的邏輯? 其實是一幅,一樣一幅,什麼呢? 這一串其實就可以把剛剛那一串一樣放在這邊 然後特別注意,差異就是說它的偶爾是放前面 那我們VBA的程式是放在這中間偶爾 後面這個東西,那把這個一樣改成Range L3,如果為True的時候,那就把Sales IJ丟給什麼? 丟空自串,反之就是丟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撰寫完的結果,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前面都有講過了 所以我們主要把邏輯變更一下 所以會有第三段程式 第三段程式嘛 那大概看一下,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過比較冒長,因為反正到這邊 ZEN,實際上 一樣的東西,本來的東西在這裡 其實我們只是加什麼?一幅 然後這個東西,就後面這一串 把這一串怎麼樣?搬到這邊來 然後小於一,或者是一樣的東西 在這邊 所以這一串都一樣 小於有了三 ZEN,給空自串 反之,給正確的值 一模一樣 所以兩個如果你要比較的話 你就把兩個稍微比對一下 以後要改這類似的方法改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部分吧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差別就這個偶 小於一,大於L3 那執行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 把那個小於一的部分 把它切過來 切到這個VBA這邊 因為剛剛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那直接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小於1跟大於31的都不會出現 OK,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一執行 前面這部分不見了 後面的部分不見了 那誰可以 就是主要這個 這個 跟後面的偶爾 那不過這種寫法 你會發現好像一樣的東西 寫太多次了 哪個地方呢? 就是 這一 減掉 這個L3 L4 然後一直到乘以多少 這邊一個 這邊又一個 然後這邊又一個 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一直到7 這樣 那這個東西 如果都重複出現的話 我建議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改成一個X 改成一個X 這三個都一樣 對不對? 你就先把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 丟給一個X 然後面的話呢 用X X X來代替 所以你會發現 3跟4的差異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些些 有沒有 應該 有簡化的嘛 所以呢 將來如果說 你看到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先把 它的結果 先把它存放到X 再來做 後續的 用X來代替後面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 執行結果 應該也會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簡化成4 然後呢 執行結果應該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跑 把它先刪掉 跑出來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一樣